张化这边有名嫌犯在地方经营赌场 同时使诈设局让人欠下赌赞 居然还不断地向被害人来暴力讨债 而这一次呢他诈赌被人看穿了 没想到嫌犯竟然仗着父亲是前任的乡代表主席 居然就找人来率众砸毁被害人的槟榔滩 行为校长 十几名黑衣人手里拿着棍棒闯进槟榔滩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狂砸 张化的黄系嫌犯在地方上经营赌场 却使诈设局让被害人欠下赌债 并且不断地暴力讨债 不过今年一月初黄系嫌犯再度诈赌却被人试破 他恼羞成怒纠纵砸毁被害人的槟榔滩 评设局诈赌为业 在以暴力讨债的方式所起赌债 在诈赌的过程中曾经被对方发现 双方因而约定谈判 不顾往来的车辆和行人 黄性嫌犯仗着自己父亲曾经是前任乡代表主席 暴力砸毁被害人的槟榔滩 不过如此嚣张的行径 还是被监视器全部都录了下来 由于罪证确凿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前往逮捕 而证明黄性嫌犯还是要面对法律的制裁 未经讨论 donkey 谢谢大家